與同學在溪邊玩水 在寬闊的田野間奔跑嬉戏 或是與父母出遊等 這些都是學生一到放暑假 想得到的休閒娛樂 不過原住民族國高中生 即將就沒有所謂的寒暑假期了 因為總統馬英九在二零一一年 十月四號的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 當中提出要開辦第三學旗制 民族學校 實驗行第三學旗制民族學校 這個是我們原民會 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五年內 五年內十五所 十年內 十年內三十所 實驗行第三學旗制民族學校 由行政院原民會負責規劃辦理 以國中級高中學生為對象 並且單一族群 每班不得超過二十人 但不得少於十五人 師姿的部分是以部落齊老為主 並且實施全族語的教學 就有學者認為第三學旗制的師姿 是很重要 怎麼樣找到一個能夠用全族語 然後又知道怎麼樣來教學的老師 我覺得這樣不太容易找得到 對 所以其實師姿培育的部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對 所以大家在邊做邊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要培育下一代的這個原住民族羽的師姿 另外除了師姿要以部落齊老為主之外 來看看教育內容是如何跟部落做結合 主要是希望能夠藉由第三學旗制加深累積 原住民族學生傳承文化 長期研究原住民族教育的學者認為 這不單單讓學生背負著重大的責任 也相當不看好第三學旗制 國中小的課業的負擔本來已經很重 然後現在我們連他們唯一可以玩耍的時間 我們也把它剝奪 加上這個民族發展使命 這個太嚴重了一點 目前第三學旗制的師姿部落只有三個點 這三個點主要是一先從花蓮地區的北部 阿美族 臺東的北南族 屏東的排灣族先試辦 在校任職的教師則是說第三學旗制 概念是相當認同的 不過就是認為規劃的點太少 也忽略了都會區的原住民族學生 參考指標不夠 點不夠 特別是在都會這一邊 完全沒有實驗的對象 我覺得這個會再推行第三學旗制的 民主教育會有很大的落差 目前屏東縣太五國中是北排灣族的地區 是圓民會先實驗型的地區 師姿都很認同並且很期待 由部落來推行第三學旗制 他可以讓學生多多了解整個部落的文化 讓他的不管從小的記憶也好 或者是從一些騎老的一些灌輸 包括語言文化然後制度 或者是他的生活文化 讓學生接觸整個的部落文化 我很期待 尋根之旅或族語課程 就是了解自己文化的一些課程 不過預計在八月份即將要開始辦理招生 現在還有家長根本搞不清楚這項政策 說宣導不夠 我不大清楚 政策在推廣的時候 我希望是露實一點 這樣的話 大家才不會對政府屬下的一個政策 有疑慮或是有不放心的一個地方 第三學旗制 學者認為太過於倉促 擔心第三學旗制只是一個口號 因為不想去衝起到現有的教育體制 但是你不衝撞的話 你怎麼可能可以期待說 將來原住民有自己的教育體制 我們用試辦的這種經驗 再找出一個未來 就是說更好的一個就是民主交易的一個方式 所以實驗型也等於就是說保證 那未來的這個推動更有它的公信力 跟它的真實性 到底這樣的實驗型的第三學旗制 教育政策會帶給原住民族學生什麼樣的影響 還是得必須等到今年八月份上路之後才能看見 記者在哪個中央八號特別是採訪報道